嗨,大家好 欢迎回到天蜥第一季第15集的剧情解说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很荣幸而跟大家宣布 我们的Instagram开始营业啦 欢迎大家关注 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更多接地气的生活点滴 好,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上集说到呢 佩吉瓦特的感情线越发文昂化 佩吉神女有心 瓦特的香罗还萌萌咚咚 第15集的剧情一开始就刺激刺激 紧张紧张 美国的核弹警突然间就被启动 15个导弹被控制 眼看就要发射 驻场的军人小哥们明显没有办法停止系统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镜头突然转向惬意的天蝎基地 哇,好一招强烈对比 不要要向导演学习 基地里希尔托比正在玩一场人肉保龄球 这种做食的操作 也只有托比愿意尝试的 德鲁来到基地 接拉夫上学 其中他递给佩吉一份 在波兰的天才儿童学校的传单 让佩吉考虑 跟着拉夫搬到波兰去 佩吉表示自己会考虑 瓦特发现了传单 他对此次是反对的 认为德鲁根本没能力 可以当好拉夫的父亲 佩吉、瓦特为此起了增值 凯布来到 把大伙带到国防部去 当美丽部长讲解任务时 他只是说明了 今早一个重要的联邦机构 被人仕途黑镜 FBI、CIA等部门 都在追查凶手 国家需要天蝎的专业知识 可是美丽部长 隐藏了一些机密资料 就算天蝎等人询问 美丽部长也不松口 结果瓦特一顿神操作 就解了马 立刻了解的事情的全部 还从中发现了 美国政府在国外安放了秘密核弹 美丽部长眼看敌不过天蝎等人的智商 只好乖乖地与他们合作 开始与他们分享全部事情的真相 事情还要从16年前说起 总的来说就是美国的football 足球 也就是一个装有美国导弹位置 以及共总统使用的引爆器的手提箱 在一次袭击中被偷走 拿着足球的特勤局探员 胸部中枪 足球就是在他在医院接受抢救时被偷走的 因为一直相爱无事的关系 政府以为足球很可能在混乱中丢了 他们也就只是换了发射秘密 直到今天的那一次袭击 政府才怀疑 是凶手利用16年前丢失了足球 黑进核弹系统 让系统以为是接收到了指令 开始准备发射核弹 凶手近早差点就得手了 天蝎现今最紧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足球 然后再找到凶手 然后再阻止他们发射导弹 托比首先建议他们找到当年中枪的特勤局探员 因为根据探员的口供 他在受伤后隐约看到有人形在周围走动 这就证明探员还有当时的记忆 怎么知道找到探员大叔时 大伙发现大叔的情况不太妙啊 有着短期以及长期的记忆缺失 还有一定的攻击性 大家把大叔接回车库 托比尝试了催眠等法子 来让大叔恢复当时的记忆 可是都宣告失败 大叔还以为自己还在特勤局里工作 完全没有了那场袭击的记忆 瓦特这时提出了大胆的建议 他会用电流来刺激大叔的脑区域 让大叔在短时间内上升大脑的机能 加速身体的反应 大叔不愿 凯布就提议让他先来示范 好 勒勒托比还在互相推托 不敢按下电流开关 瓦特受不了就一把按下 凯布安全通过实验 瓦特猛的把两罐汽水丢向凯布 凯布竟然接住了 哇 这是超能力 实验成功 大家把大叔的电脑接上电后 他开始回忆起当时急救的状况 还真的让他回想起 当时是一位有着蓝色死子的人 把足球拿走了 因为当时的袭击事件 是不被记录在案的 所以所有的资料都被销毁 国防部只会留有硬件副本 天仙男士们只好赶到国防部来调查 袭击事件时在场的保镖 以及所有特警局探员 翻查资料时 凯布发现 当时在场的一位探员 跟医生撒谎自己有心脏病 托比立刻出发 声称只要一桶冰水 他就可以查出那位说谎的探员 是不是就是小偷 他把自己的手振泡在冰水里 这什么操作 看到那位撒谎的探员出现后 立刻上前自我介绍 拉着人家的手就是不放 之后他发现 撒谎探员的食指真的变蓝了 托比解释 这是雷诺斯症状 在压力或者晕冷的环境下 就会blah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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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谎探员眼见自己被发现了 立刻揍了凯布一拳逃跑 新获得了超能力的凯布 立刻原地复活 勇猛地追勒上去 把探员扑倒在地 被捉起来的探员因为家人 身家幸运都在凶手手里 所以拒绝透露 大家把说谎的探员带到大叔面前 再次在大叔脑袋上装上医用笔器 以来观察大叔的脑反应 得知撒谎探员就是小偷后大叔愤怒了 也就是这一项刺激让他又回忆到了事发当天 他听见了撒谎探员打给同伙的电话按键音 哇哦 通过场景重组 大叔开始辨认出听见的按键音 成功找出一组电话号码 就在希尔正在系统里查询这组号码的持有者时 凯布进来通知黑客已经黑进了位于冰岛的核弹发射警 把核弹瞄准了俄罗斯 只要黑客在30分钟后按下引爆器 俄罗斯就会遭受一次核弹袭击 最终到了电话号码的持有人 大家也找到了此人的地址 当他们赶到这恐怖分子的藏身处一个港口时 他们就只剩下9分钟的时间 男士们除了希尔都纷纷下车找人 托比的手机竟然在这时响了 打草惊蛇 恐怖分子立刻带着足球逃跑 一顿追击加枪战 这家躲猫吗 恐怖分子在被乐乐驱车 以及凯布瓦特等人包围后 竟然把足球抛到身后的火车轨道上 远处火车驶来 只要火车碾过足球 足球里的引爆器就会被按下 这时乐乐发现不远处的机器上吊着一个磁铁 只要把磁铁移到轨道上 就可以改变轨道上的急性 来激活轨道上的紧急自停机 终于在千军一发之际 停下了火车 阻止了核弹的发射 足球也被吸了三两次压地垂爆了 天蝎成功拯救世界 剧情的最后 瓦特找到佩吉跟他打开心里地说了一番话 说了自己不想拉夫走 他在乎拉夫 也在乎佩吉 佩吉最后也说了一句双冠语 一指自己不会离开 德鲁默默理解了佩吉的决定 好啦 第十五集的剧情就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见 拜拜